首先,我们第一步,当然我要让使用者输入,所以这边的话一定会有个什么?一定会有个input input是什么?input 理论上应该是第一行写什么?input OK,然后请输入体重 OK,后面加一个问号,或者是一个冒号也可以 但是输入的时候,特别说input过来的东西是文字 文字的话,比如说我输入什么?75.1好了,点1 OK,当然理论上我们刚刚是用int 如果你用int的话,那它如果输入体重,有人会很在乎点几 OK,那如果你把它用int,那75.1就变75了,1.1就不见了 所以怎么办呢?其实有两个方法,一个是什么?你用float转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输入一个float 这个float主要就是什么?转成小数点的意思,就是转成有小数点的一个数字 OK,float,OK OK,那 另外,其实还有另外方法 因为float的话,如果你是整数啊,它也会帮你把整数啊,比如说75,它会变75.0 它会多一个浮点 OK,所以如果说呢,你不确定说你是整数还是非整数,另外还有一个 function 它叫eValue,这个也OK,它就不管 反正它意思是说,它就把你的自串前后,有点像把自串的符号拿掉 自串符号前后双引号或单引号拿掉,那实际上管它是,如果是整数过来就整数 小数点过来就小数点,所以两个方法都OK,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先用float OK,那接下来就是输入体重,那我给它一个变数叫w,OK 然后呢,身高的话h,那一样就是输入完之后,不过因为我们bmi的公式是公式 所以记得要把它除以100,公分有没有,175,那你要变公式嘛,一定要除100,OK 那除完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两个数字取得了,那取得之后的话,我们就按照那个,就是网站上面提供给我们计算公式嘛 体重除以什么呢,身高的平方 身高的平方,身高的平方很简单吧,身高平方就乘乘二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单的写法 那还有别的写法啦,不过我觉得你们大概就先记这种,就是乘乘后面加上几次方 OK,那这样其实还蛮好记的吧,OK,这是一个规则 那不过过来的东西啊,bmi理论上会是小数点,而且是很多位数 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把它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所以我们先试一下,诶,print什么bmi,然后串接一个什么bmi 不过特别主要,你这个串接的话呢,记得你不能直接这样串 因为你文字跟这个辅典数字要串接的话,它会跟你讲说,你没有两个一样不能串接 所以怎么办呢,外面要包一个string,这个前面讲过,string刮弧强 把它转成文字之后再串,应该就OK 那我输入之后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身高,体重70,175 但它会变成这样子 OK,那其实我们跟刚刚我要的结果有点不一样,哪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我希望在bmi前后加双以后 第二个的话,取到小数点第二位就好了 所以会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第一个问题bmi前后要加双以后 你特别注意,那你想说双以后 那双以后已经被用掉了怎么办 如果你再加一个双以后,它会搞不清楚 它会想说,你这个双以后到底是干嘛用的 你双以后我是拿了,已经用来做辨识文字使用了 你又弄一个这东西,它搞不清楚 所以怎么办呢,有个规则叫拖曳字元 就为了辨识,这个是我将来要输出的字元 所以记得以后在前面加一个反斜线 当成是辨识的一个符号 意思是这个反斜线后面如果加一个双以后 它就知道这个是你文字里面的双以后 它才知道可以帮你输出 这个单以后也是一样 所以我在云端上有一个表格 叫做拖曳字元 这个拖曳字元主要就是说有一些用过的符号 像单以后,像双以后 那如果你要用,像里面的控制符号 那你就要拖曳一下 OK,记得这边两个,像斜线也是一样 另外你要换行就是反斜线跟 所以这几个拖曳字元比较常用的话 那你稍微要记一下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输入BMI一个斜线 双以后,那就斜线双以后 就是BMI前后就有双以后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后面变成 什么呢,小数点到第二位的话 其他的方法很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跟eSale有点像 eSale里面如果说我今天要取到小数 你可以用Round的函数 像这边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你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我BMI 我可以计算完 在这个公式外面再包一个Round 它有资源 而且名称一模一样 Round 郭阿虎 跟eSale里面一样 VBA也是这样 后面加一个斗点 跟他讲要取到小数点第七位 OK,Round的2 这样子刮入 这样意思是说呢 我把它计算完了 可能不是小数点第二位 但是我只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这样就OK了 其实主要是利用这个Round的函数 来帮我做 好,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阶段试一下 我OK 我把刚刚的结果再Round一下 75公斤 身高175 Enter OK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的双引号 就会正确的被输出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 他会跟你讲错误 他看不懂 OK 因为他不知道说 到底你这个双引号 是什么用意 不能理解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因为有Round 把它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他就输出了 不过这里的话 Round是真的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formate 我们可以用什么 上面的那个 增加或减少小数点 那个是格式 格式 表面上看起来 所以如果 第二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Round的话 另外我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有一个叫做formate的方法 如果不用这一招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冒号后面 因为他后面会有个变数 我要把BMI放进来格式 那特别注意 这个formate是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 你输出都要格式化 跟Excel一样 Excel里面输出也要格式化 OK 那你要怎么去格式化 特别注意 一 请你把你要输出的资料 这个资料 直接就套用在这里 那记得 比如说在哪里 在冒号的后面 那我先加一个大刮符 大刮符呢 意思是说 我要放 把外部的这个资料 放到这里面来 那后面记得 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就记得冒号 然后点 如果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是点2f就可以了 这个点2f指的就是 他要取到的小数点位数 然后理论意思类推 如果1f就是第一位 3f就是第三位 0f就取到整数部分 不过如果你要取到整数部分 你就其实用d就可以了 d的话就整数的意思 OK 我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就点2f OK 类似像这样 那再来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 如果说我要把那个格式套用进来的话 后面记得在那个双引号的外面 用点什么呢 点format format 用那个format这个函数 刮呼一下 后面刮呼 那刮呼做什么呢 请你把bmi 放到这个format里面 那什么用途呢 就是 意思就是说 我把资料放到这边来 然后因为前面有一个大刮呼 所以呢 我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我就把这个资料 放到这个位置 不过呢 放到这个位置之前呢 我先帮你格式化成第二位 所以输出结果呢 也会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数 跟刚刚用run的最大不一样 run的是真的4f 但format是表面上看到4f 是格式而已 OK 那结果当然在这边是一模一样 看到结果应该一样 来看一下 基本上把它run一下 然后这边 比如说75 一样嘛 175 OK 那帮他点一下 Enter 有没有 一样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你说哪一种方法 比较重要 我建议format这个方法 因为未来蛮多地方 都会一直被用到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先把 这部分先熟悉 至于怎么打 如果你怕打不出来或打错 我记得云端上好像也应该 我也有把它截图贴到这边来 所以你们往下卷动 到这边 刚刚的画面这边就有了 有两个方法 用run的 或者用这个方法 两个方法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计算BMI的步骤一 先计算BMI 并且输出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第二个就是再把评语 放到他的后面 评语 有BMI知道了 但是他这个BMI嘛 到底是过重呢 还是过轻呢 还是标准呢 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讯息啊 不然我怎么知道 谁帮我判断 我又没有那么厉害 我那个BMI一看 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标准 所以呢 我们底下 就需要给他一个评语 比如说换航 谁换航 那怎么样换航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格式刚好换航 然后就是输出什么 评语 冒号 过轻 还是什么 其他评语 这边请各位试一下 好